一塌進校園內 雞雅兒奔走 甚至還有牛舍養舍 他們每一天中午會來養 還要秤重 實驗國民小學 宛如森林園區 不同於一般的公辦國校 照標操課的國音術課堂 除了數學的應用之外 他也是要真的要能生活中能用的 他會去計算那個投資報酬率 課本詮釋色彩繽紛的圖畫 小學生四年級的書包 裡面沒有裝印刷出版社的課本 都是自己裝訂的功課 將老師講的東西 跟他自己消化的東西 把他建構成功了 位在雲林朝廁的實驗國民小學 國小只收125個學生 屬於公辦的實驗國小 但課綱不走體制內的教育 平時也不以其中期末考 來為學生評分 英語則是以外食為主 標榜無壓力的開放式學習環境 今天如果我們的孩子 去讀體制內的東西 或許真的會跟不上 但是體制內要來我們學校 不一定也是會跟得上 自己過去都是接受傳統的教學 覺得那樣子的教學 並不是這麼人性化 那我覺得體制內的東西 並不太能夠符合現在 孩子所需要的東西 實驗教育小學有分工私立 另外還有實驗教育機構 類型可分成 再加自學 團體共學 家長請各類型老師上課 一起分攤費用 另外就是機構形式 但場地失資課程 沒有政府補助 因此學費也是最高一學期 從十幾萬到數十萬都有 私立花登府的財力 要支付比較多 是老師的錢 會比較貴 一年至少要17萬以上 實驗教育 特殊的教學步調 實質陣容更容易銜接 國外大學 適應外國的學程 也是家長不惜砸大錢 讓孩子進學校的理由之一 再訊息我廖宜德 楊記憲雲珍雲